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有灵性的故事 在德国的一个小龙庄里,住着一户平凡的小家庭 在一天下雨的晚上,猪圈的母猪生了一窝的小猪仔 可是呢,由于猪妈妈只有十个奶头,却也是一只小猪仔 这也意味着一头小猪必然会饿死 主人拿起斧子,挑选一只发育不良的猪,准备杀掉 记得这时,一旁的小女儿飞恩男猪的爸爸 他恳求爸爸将小猪交给自己,他愿意喂养小猪长大 爸爸答应了飞恩,但是要求一定不能让妈妈知道 就这样,飞恩每天像对待自己的宝宝一样,将小猪抱在怀里 用奶瓶哺乳小猪,并且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韦伯 一天上学的时候,小猪在飞恩怀里窜动,终于被老师给发现了 同学们也嬉笑不已,没想到妈妈知道后也没反对他 而是给他买了一个小推车,还同意,飞恩和韦伯一起睡 随着韦伯一天天的长大,飞恩也终于不能将他藏在衣服里随身带着他 最后飞恩听从了爸爸的建议,将韦伯送到叔叔的农场照顾 韦伯见到飞恩离开时,伤心不已,冲破围栏就要去追主人 可车子跑得太快,最后韦伯也不得不回来 在这里,有很多其他小动物,可他们都嫌弃韦伯太小,不跟他玩 在角落边,同样有只因为长得很吓人,没有朋友的蜘蛛,夏洛特 两人很快变成了好朋友 这天农场的老鼠嘲笑韦伯,说小猪只能活几个月就会被杀掉,做成熏热 夏洛特也告诉韦伯,春天的小猪是看不到冬天雪的 不过为了让韦伯可以看到冬天的雪,夏洛特答应帮助韦伯 可怎么帮韦伯呢?夏洛特是想破的脑袋 几点之后的早上,当饲养员来喂食时,被吓傻了 他们竟然在门口,看到只有与众不同单词的蜘蛛网 由于没看到蜘蛛,前来的神父认为这是神迹 一下子农场变成了景点,记者们都文讯前来 小韦伯一下成了明珠,本以为如此,便可以让韦伯熬到冬天 可几周之后,人们便没有了兴致 随着秋天的到来,饲养员们开始商量着翻新熏热房 准备几个月后做腊肉 这下可是把听懂人话的韦伯给吓晕了过去 晚上,动物们开会商量怎么帮韦伯 狡猾的老鼠在得到韦伯的胡萝卜后,也愿意帮韦伯 在垃圾堆里,掉来了一张破解的报纸,夏洛特按照单词的模样,又织出了了不起的猪 一下子,人们又以为是韦伯的杰作,都惊叹小猪聪明过人 饲养员高兴之下,答应带着韦伯去参加镇上的宠物比赛 还说,如果韦伯没有得奖,就要把它做成培根,韦伯再一次被吓晕了过去 比赛这天,夏洛特和老鼠都跟着韦伯来到镇上 没想到,评选的内容只是看哪只猪最肥状,韦伯无疑没获奖 眼看着韦伯回去,就要被做成培根了 在老鼠的提议下,夏洛特又念所有蜘蛛丝在围栏上,支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网 韦伯再一次引起了镇上的轰动 评选团最后给韦伯办法了一个特别奖,比赛结束后 夏洛特的生命已经到了终点,他将自己的卵缠在了围栏上 并与韦伯告别,还告诉韦伯,死亡只是生命的轮回 叫他不用伤心,回笼场的时候 韦伯小心地将夏洛特的勇带回了笼场,悉心照顾 那年圣诞节,韦伯如愿以偿地看到了冬天的雪花 当冬去春来,小夏洛特们从泳中孵出 门头上又出现了新的蜘蛛网 韦伯也需要在新的一年,继续为自己争取活下去的时间 人生若不是忙着活,便是忙着死,动物也不例外 好了,故事到这里也结束了 每天一部小电影,欢迎大家的关注 本的作品来源,美国电影,夏洛特的网